中國人大釋法 形同取消港本土派議員資格 香港新科立法委員梁宋恆和游慧珍 上個月在立法會宣誓就職時 梅照規定念誓詞被認定宣誓無效 兩人引起的支那宣誓風波 被認為違反基本法104條所規定的宣誓 讓香港律政司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復和 要求復和立法會主席 是否有權允許兩人重新宣誓 讓他們順利就職 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竟主動插手釋法讓香港人相當不滿 萬人上街 催淚彈 雨傘 中共再將黑手深入香港政治 讓超過萬名香港人看不下去 周日上街佔領西環 就是為了抗議北京侵害一國兩制 但周一一早 中國最高立法機關 全國人大常委會仍以全票通過 香港行政特區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草案 是法文本內容列明 宣誓人拒絕宣誓 就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 宣誓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 或者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 也屬於拒絕宣誓 所作宣誓無效 也就喪失就任相應公職的資格 中國人大這次的釋法 影響的議員多達10位 都可能失去議員資格 而且將來若不乖乖的做中黨愛國的宣誓 還能透過監視人取消宣誓人的當選資格 形同操弄選舉結果 殘害港人的選舉權 面對港人的怒火 特首梁振英也急忙開記者會 為中央高層護駕 說香港回歸快20年了 人大常委會這個權力也只用過5次而已 公民黨黨魁楊岳喬聽了怒嗆 就算一次也嫌多啦 泛民派各方人馬也重炮抨擊 有議員痛批 中共根本是假釋法真獨裁 將所有爭取民主的運動 都貼上港獨的標籤 假借釋法處理政治問題 只會讓港人對一國兩制喪失信心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